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烂娇的方式肆意挥霍着自己的青春 学校夹杂着暴力的学生 软弱的老师与无奈的家长之间难以经营 在亨利来到学校上课的第一天 他就遭到了班里学生的下马位 面对教习着让他滚的学生 亨利并未像其他老师一样暴怒或者认怂 他风轻云淡的态度巧妙地化解了与学生之间的冲突 使一群问题少年从心底接受他的同时 也俘获了因肥胖而不受待见的学生 梅丽迪斯的绑心 私下里亨利面对自己的生活并不可以如此超然 在医院卧病不起神志不尽的外公 与来自生活的其他压力都让亨利焦头烂额 在接到医院护工的电话后 秉实谦逊淡定的亨利在赶到医院后 狠狠地骂了护工一顿 内心的孤独与压力几乎能把人逼疯 她坐在回家的大巴上失声痛哭 却吸引了失足少女埃莉卡的注意 埃莉卡尾随亨利 希望亨利可以带她回家 心烦意乱的亨利拒绝了 在第二天晚上再次遇到温饱都争问题的埃莉卡后 许是出自来自教师职业对孩子的怜悯 许是可怜这个无处可去的少女 亨利受留了埃莉卡 在同一屋檐下生活 但亨利一直紧锁自己的心房 亨利接受了对自己有意的漂亮女同志 Madishin的邀请一起共进晚餐 亨利任由Madishin讲述关于她的琐事 而自己只是微小地看着她 闭口不谈关于自己 回到家的亨利发现 埃莉卡做好了晚餐 再等自己心中的暖意 让亨利对埃莉卡之间有了微妙的联系 他们一起去医院检查身体 一起逛街互赠礼物 久违的开心 让亨利想起了儿时与母亲度过的那段时光 在一起看病危的外公之后 亨利终于向埃莉卡敞开心扉 告诉她自己的母亲 在亨利很久的时候就已经自杀了 梅塞迪斯是一个很有摄影天分的胖女孩 她的镜头多以独特的角度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压抑 但却不被主流大众所认和 这天她送亨利一张画 并借此表露心悸 诉说自己不被外人理解的痛苦 亨利安慰开导梅塞迪斯 并给了她一个安慰的拥抱 不料这一幕被同事看到 被误会的亨利压抑不出情绪 大发雷霆的暴躁的摔着东西 并赶走了同事和梅塞迪斯 因误会和外公的离时 亨利的心再度紧闭 她联系社工送走了艾瑞卡 等待着戴克的结束 不料却等到了梅塞迪斯的自杀 亨利的拒绝是压倒梅塞迪斯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饱受歧视的女孩 感受不到世间的温暖与活下去的意义 她冷漠地当着亨利的面孤独自杀 亨利慌张地抱着她 一遍遍说道 会好起来的 会好起来的 可是真的会好起来吗 梅塞迪斯的死带给亨利说不清的震动 她去找到艾瑞卡 影片到这里并未结束 导演把最后的镜头拉向废墟一般的教室 捉鳞遗伞地上堆满了垃圾 亨利坐在脚台上神色平静地念着诗 似乎带队风说话 电影在纯重冷军的气氛内结束 丰富的镜头语言为电影带来了忧郁文艺的气息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超脱 梅塞迪斯的死击碎了亨利看似超脱的躯壳 而电影中对问题少年的刻画也引人深思 他们因为缺少关爱与正确的指导 才会把暴力当作自己的保护者 把堕落当成个性 就如亨利所说 我们有责任去引导那些孩子们 以防他们走向不归路 不归